一见过主教练 什么也没做 仍旧被主菜红牌罚下 理由 竟是他什么都不做 相信这是英超联赛中比较罕见的一个 在热刺对阵布莱顿的比赛中 进行到第58分钟时 热刺与布莱顿教练有成员在边线外发生冲突 当助手们与对手发生争执时 热刺的临时主帅斯泰利明却置身事外 他假装盯着球场 好像不知道旁边发生了混战 时间久了 他还是好奇的 回头看了一眼 随后走向冲突点 示意对方不要那么暴躁 直到双方球员介入 才成功化起了这次危机 这时主裁判也是不慌不忙 找到第四官员了解情况 在经过简单沟通后 果断向双方主教练都出示了红牌 而热刺主帅被罚下场时 还一脸茫然 表示自己并没有参与争执 随后 第四官员也是向他进行了解释 根据英超联赛的规定 主教练需对自己所有替补和助教在场外的行为负责 即使主帅没有参与棍战 但还是要承担主要责任 这就不难奇怪 主擦会出手 其实在比赛开始的握手环节 双方就已经因为场外因素开始有冲突 再加上本场的执法抬判阿特维尔的一些争密看法 先是吹掉布莱顿的两立进球 之后三山薰禁区被犯规不判点 造成这样的结果 也是必然的